一年级的张晓兰疑惑地看着《严学手册》第一页 什么是木棉花中的五标八 他思考一下决定先从木棉花找起 跟木棉书历史 哦 我知道我应该去哪里了 木棉花开一月千年 木棉和岭南渊源深厚 汉初南越王赵佗 曾向汉帝进过木棉 石头 石头木棉花 石头也能成木棉花 见过世间的归奇万象 这还是同意会听说 或许你可以去那个老房子看看 哦 著名的老房子会是这里吗 木棉花开 鸟雀极具 石雕木棉展现出的生命力 如成家词毅历百年 欲显庄重美丽 五层楼 正海楼 一楼承载千年城市 这里的木棉花在树梢上盛开 目睹了历史的变迁 为什么木棉花不叫树中花呢 我猜它可能不在一般的树上盘 是不是在英雄们的故事里 做出了巩大的事情 那些看不见的花 就在他们心里悄悄开放 经过了一天的奔波 张晓明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木棉花 可是518呢 水上木棉花 哦 我知道应该去哪里了 哇 好漂亮啊 哇 原来啊 这座被水包围着的广州艺术博物院 就是一朵巨大的水上木棉花 也是艺术与自然和谐相容的象征 至于518嘛 是属于这些博物馆自己的节日 今年的518 他们相聚在这朵水上的木棉花里 为观众们带来穿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就这样 张晓明完成了他的518任务 那是不是该开始你的518国际博物馆之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